欸 不要擋鏡頭 幹什麼 今天要看一下你的玩具你知道嗎 玩具 鏡頭 玩具 鏡頭 大家好歡迎來到羅伊老師的頻道 我們很久沒有進行拍箱貓咪系列了 我們今天訂了一個東西 網路上看到我訂的不便宜 有好像四五千塊吧 還是兩三千塊 忘記了 買了就忘記了 它是一個有關貓咪的系列的東西 它的組裝方法就這邊 做起來的樣子 像這邊 這個 做起來的樣子 然後它有來兩大箱 第一箱這個稍微重一點 第二箱 第二箱長這樣很輕 我們先開箱輕的 好 刀片準備好 開 比較幼稀一點齁 然後我照片把它割開來 割開來之後呢 喔 原來我不只買了貓咪的東西 我在同一個網上下單啊 因為剛好有一些零食什麼的 我就順便下單了 所以有一些 貓咪的柴魚片 喔 還有貓咪的這個 腳踢的 你看 它這個會貓咪看到會腳踢很開心的這個東西 然後它好像是有 貓咪的貓草 然後這個新生貓咪 也是很可愛的 貓咪會去抓它的 我們先把這個收起來 先擺到一邊 我們先開箱我們重要的東西 重要的東西來 這東西打開 好 打開了 打開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裡面打開之後是這樣 這呢 應該是很好組裝的 接下來就把這個打開 打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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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這些東西通通打開 好 兩塊 一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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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一塊 所以是兩個 兩件路 怎麼弄呢 我看 它是顯示說 卡榫卡進去 好 卡榫卡進去 這怎麼卡咧 這樣子嗎 這樣進去 這樣進去 欸怎麼有點難 這個是朝上的 好 我現在可以知道這個朝上 這個也是朝上 怎麼回進去 好 剛剛卡榫了 這裡 原來一個有卡榫一個沒卡榫 好 翻開了 我剛剛把這個翻開了 這個往旁邊 一扯開來 它就開了 無零件卡榫 但是是有卡榫的 好 現在把這個放進去 需要一點點的道理 一點點就可以了 應該是 好 卡進來 下方這個卡榫對卡榫 卡榫對卡榫把它卡上 這個時候呢 我應該可以先把這個 推進去 推去推 推到底之後 這邊 上面 卡住 牆卡下來 下面 有對準 我是不是要先把其中一個放進去 來 這個要抬它最下面 這是怎麼抬 這些都是有彈性的 我現在就是 把它壓下來 上面往下壓 下面也就往下壓了 往下壓 往下壓 貓咪就會下去了 這裡也是 抓上去 稍微卡一下 稍微折一下 這邊也稍微折一下 這些紙都是有重量的齁 好 你看它已經迫不及待跑去抓了 你看 另外一隻咧 我抓另外一隻過來 他害怕 提彎嗎 來 請先 請先 喜歡嗎 看起來你很喜歡喔 嘿 請先 嘿 好 它玩一下就不玩了 我們來看 把它放在嘴上 會怎麼樣 有沒有劇高了一下 不怕生的狗 不怕生的貓 馬上玩起來 它應該是要把上下兩層 都弄成它的味道 它正在處理它的味道 請先 你看 牙齒也開始咬了 手也開始咬了 都開始抓了 好 我們回到鏡頭前面了 我們現在去開箱 買其他的東西 買了什麼咧 買了這個 很可愛喔 這個叫做貓太捲 我想應該他們兩個 應該會很愛吧 來貓太捲 來 嘿 貓太捲 貓太捲 嘿 嘿 你看 有什麼愛接的貓 欸不玩喔 這也太快就放棄了吧 來我們看到現在 豆花已經在玩那個 剛剛組裝好的那個東西了 豆花在這邊 它看到鏡頭就害羞了 這隻貓真的是 我們繼續 回到我們的鏡頭前面 這一隻有沒有一樣 這裡面還有裝塑膠袋 我想這個是因為 讓他們在抓的時候 會有那個聲音 他們會喜歡 然後為了吸引他們過來呢 我現在要拿一些東西 給他們吃 那包的名材 就是這麼卑微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做 綿綿干貝 哪含花絕 好打開來看 來 不習慣喔 不吃人家就把牠吃掉了 找不到嗎 真的嗎 來 吃 不要太聞了 趕快吃 乾杯 嘿 嘿嘿 你幹嘛吃 再不吃 姐姐要來吃囉 吃 不是玩是吃 姐姐 過來 姐姐 那個是什麼都愛吃 什麼東西丟給牠吃 都沒有問題的 很好養的意思嗎 就是 掉在地上的吧 牠們很常會很愛吃吧 為什麼 好 現在開箱一個 這個應該會可以擦完吧 這個叫做什麼 這叫做 煎魚 檢驗的煎魚 那 這應該是愛到一個爆炸才對 這味道很重 很重的一個魚味 在這裡啦 咬去旁邊 來 再來一點 給親頭看 欸 怎麼就這樣跑掉了 喔喔喔喔 你還想吃是不是 來來來 很好吃喔 這麼重的魚味 我想牠們應該是很好的 因為連我都覺得 這個魚的味道好重 它吃起來就是烤烤烤烤烤烤的聲音 感覺牠吃得很開心喔 那牠號稱檢驗 實際上我們人類的包是不是 也不知道檢驗 就是看我們就是 呃 貓咪喜歡吃好不好 那就 滿足一半了 好不好 那另外兩包呢 是同系列的東西 只是不同顏色 一個是 紅色 一個是粉紅色 那 都是台魚片喔 鮪魚的和 鮮魚的 台魚片 好 就這樣子囉 那 欸 等一下牠們應該會想玩 等到鏡頭不在的時候 牠們才會開始玩 欸 欸 通常這隻貓咪 有獵貓的性格 你看人家把牠對去 牠就會跑出去撿了 牠有一個獵 獵物的心態 好 這次的東西買了多少錢 欸不貴 這次買沒有抽四千耶 所以OK啦 那個東西 好 給牠看一下 讓我一切下來 你吸引牠上來這邊 欸 欸牠不太喜歡吃干貝欸 太妙了吧 可是柴魚好像蠻愛的 啊 我再拿一個碗過來 好豐盛喔 好好吃喔 看到沒有有多麼和諧的畫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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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兩次吃得很開心 牠們只有吃零食的時候才會這麼乖 啊 今天買了一個新的這一個東西 希望牠們 一人以上一下 不知道誰會上誰會下 通常比較霸道 啊貓咪喜歡在高的地方 所以應該牠會在上面 那牠在上面的時候 牠會不會在下面就不知道了 好啦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今天是媽咪的無腦開箱系列 去開箱這個成這樣 嗯 我猜應該會蠻好用的吧 我猜啦齁 那後續如果有再新的東西 再丟上給大家看 歡迎大家訂閱我頻道 呃 按讚訂閱加分享 就這樣囉 掰掰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法是豆花在上面 錢錢在下面 錢錢剛剛已經翻了一個 身轉了一個圈 然後上來了 很妙的是很像那個 軍中上下鋪一樣 上鋪的人動來動去 然後下鋪的人在那邊 唉唷 還伸手要打他 你看 下鋪的人在那邊 做亂 豆花跑去哪裡了呢 豆花跑去旁邊吃東西了 他吃他的下午茶點心 好 你看 每次當豆花吃下午茶點心的時候呢 錢錢就會跑過去 把他逼走 可以看到購買的網址就是這個 世界中的貓 巴巴巴 然後貓衣 什麼 Neko Ichi 然後是這個 這個點進去之後啊 點進去 貓衣 抓抓塔 但是這個有分size喔 所以你在買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它的size大小 網站裡面有賣兩個 一個是有size 有一個是大size 我是買大size 我覺得大size比較剛好 我家的貓大概是 7公斤 大家自己評估囉 就這樣子 就這樣 掰掰 掰掰